在香港,大多数人都知道喂捕母乳对婴儿是最好的 可是,因为公共育婴间的不足够 选择母乳的妈妈只能在公共厕所喂捕孩子 请支持立法增设育婴间 婴儿被迫在公共厕所食用母乳 等于我们要在洗手间用餐 你愿意吗? 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愿意 但我们想问问香港政府特区行政长官愿不愿意 因为游行和示威在香港已经太烂太普通 我们来点另类的 我们发出邀请函 给不同界别的议员 和特首增议权 我们邀请他们体验在公共厕所用餐的感觉 邀请了特首,我们自然要告诉传媒 然后,我们利用不同媒介 引起市民的关注和支持 万事俱备旧的旧的旧 12月1日 特首会体验到起手间用餐的感觉吗? 其他嘉宾又会怎么反应? 我希望各位议员多多支持我们 用餐过后,事件还在继续 最好呢,我们而是一前幕,也有人听 时间 驾对 networking 解釋 心 我愿意 很难也知道 喂捕舞宇是有益的对小朋友 反映,玉衣室的设施 永远不是浮将 增應權並沒有現身用餐 可是那天之後 香港政府同意把這個題目 編入立法會的討論議程